第六場 好了,來到重頭戲 第六場開始了 就是預選賽 馬會一里錦標 出馬是七匹少少的 當然,焦點就看看美麗全食 可不可以再次贏馬 這次的磅位拉近很多 不過我還是願意再搏 夏威夷有沒有機會再挑戰一下 這個一里王者呢? 而上次也說過他 在狀態中是弱性 是有機會挑戰的 好了,我們一起重溫一下 馬會的錦標 馬王如何被他追過了 當然了,美麗全城上一場 早段是放不了頭 操控部速 而不斷被一些有得爆的馬 例如夏威夷或者跳出香港 如果這次的磅位 當然是難跑的 因為美麗全城 當年跑打比 或者打比預賽 都是不夠 格隆他把他的折星爆 他在前面 是走大步順 然後你追不到他 所以上一次 尊於美麗全城 仰著磅 當然吃虧些 但是夏威夷 也是從十正鬼 四歲上升的馬匹來的 所以這次的磅位 拉近了五磅 我覺得還可以鬥 因為這場馬燒場合 夏威夷有機會 早段都是咬緊你來跑 就埋門吧 再有一個阿塞的泥地加油集 雷神不試 當然因為他跑了 麥爾本杯 沒辦法 找寶力斯去代勞 在大我當中的夏威夷 都是輕鬆的 當然旁邊的都是低分些少的 但至少他有加油集 準備功夫也是完整 看看蔡翰會不會繼續去壓碑 看看雷神也要延遲停賽 所以我會先選他 而另外馬王 美麗全城 這次七匹馬上陣牌 一當 一點點都會擔心 因為如果 有什麼鎖住他又如何呢 這次應該是佳英之星會先走 他一當會移出來異碟 然後慢慢上前 潘盾這次應該不會太脫鬚的 正老的要選的馬 也有機會再贏 而另外 佳英之星也繼續有機會欠位置 相信 再看上次三年錦表那段影片 這次看內蘭那一匹 就是佳英之星 10月20號之前都說過了 十場的放頭馬裡面 只有三隻可以上名 其中一隻就是安琪 一隻是合衷共濟 一隻就是美國剛剛 星期三月沒有上陣的 而這隻佳英之星 就回來 只要輸給三隻外面 蓋上來的馬 他也跑掉了一些有氣量的歡樂之光 其實他也是前鬥回來的 跑第四 其實也算不太遠 同樣 他還要比這隻 未來全勝 更不利的場地 當然了 磅位也有差距 但是 這次放在前面走 我也是受引著這五磅 有沒有機會從他偷偷你計呢 所以三級 我覺得他也有機會爭 如果你說後上的龍船鼓響 在上一次的 苦力人袋賽 雖然整體看來的斷速好像挺快 但是內蘭的前戰是好處的 外面蓋上的馬當然是吃虧 或者是後上的 而龍船鼓響呢 現在在馬嵐中間裡 旁邊有一隻 時而精彩的 一齊都在裡面 虧了一點 走位 起動不了 而這隻的老王中 拉斯也有爆上來的 似乎還有兩腳 如果你說 在正如的馬裡 看近況 又或者是沒有什麼包袱的 可能就是這隻龍船鼓響 當然 風衣死亡想爭分 未必說會流力 都可能會進拼 但是如果你說 草地的能力 龍船鼓響應該 會稍為比風衣死亡 精明才智 上一場真的斷得比較快 沒什麼走勢 所以第四 才包回龍船鼓響吧 第六場的時間 簡直要下威夷 一號美麗傳承 吳浩介燎之聲 和三馬龍船鼓響